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的藏品修复中心 听听他们怎么说 吕志超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首位藏品修复主任 曾在美国从事过多年的书画修复工作 在他加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时 博物馆的大楼还没有建造完成 这边是书画修复的一个桌子 这个桌子是我们从扬州定做的 像你在整个的studio看到的很多的设备 都是那个时候去采购的 考虑到可能香港的气候 再加上一些材料 人工这些问题 然后去设计的这个整个的工作室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藏品修复中心 目前共有两位修复主任 分别负责书画和器物两个大类 他们都分别在海外和中国内地 有多年的工作经验 馆内藏品的修复难不倒他们 对他们来说更具有挑战性的是如何照顾好 到访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各种中外珍品 我们的工作是不光是修复 我们很多是保护的工作 因为香港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和这个人文环境 同时你可以看到很多我国特别好的这些文化或者是文物 那同时你也会看到很多国外的这种展览 一干一湿短时间的这种剧烈的变化 其实是对它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一个很多的工作 实际上就是为了外来 比如说一些比较干的地方 比较冷的地方的文物过来之后 能在这边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不要重叠这样 但是要都刷到 吕志超正在和同事一起准备未来可用于修复书画的贴板 他身边的是副产品修复主任梁端荣 和团队许多人一样 他也是在海外学习了修复相关专业后 进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因为香港没有有关的一个学位可以去读 所以就只能去内地 要不然就得去海外 其他同事呢 他们有一些在香港其他博物馆 做过博物馆就修复的 有一些也是国外就是读完硕士以后回来的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藏品修复团队 整体比较年轻 人员的从业背景也趋向国际化 在工作中 他们经常互相交流 也会走出博物馆 向内地乃至全世界的文物修复师学习 法式的火车头钟 那只要钟表这个是非常专的一个领域 所以我们当时没有这方面的专才 就请了故宫博物馆的同行的过来 帮助我们这个修复 另外一个机会就是跟故宫老师一起修这个修齐落殿井 我们有深入的交流 对一个材料的这个选择 我们进行充分的辩论 旅主任日常之中 我们会做一些准备 然后我们那些准备里呢 就是技巧上可能你会学到一些小技巧 可是那是很难从书本和影片上体现到的 就是你要真实生活中 跟大家做一遍 看一遍 你才能知道 身处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 背靠祖国 联通世界 是香港文物修复师们的最大的优势 在他们眼中 修复技术没有国界 他们希望能够建设一座桥梁 通过一件件中外文物 促进中国与国际 在文物修复记忆上的交流与合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